让我们从三个点开始,点A,B和C。 如果我们将这三个点相连接, 由于这几个点不供线,所以不在一条直线上, 若用线段连接这三个点,我们会得到一个三角形。 这下你们应该熟悉三角形的概念。 我将在这段视频中证明,三角形的内角合等于180度。 假设脚B的大小是A,脚A的度数是B,脚C为C。 注意我用的是小写字母A,B和C。 不过,鉴于我已经用了大写字母ABC来表示三个点, 那么重新假设三个角为X,Y,Z, 来证明X加Y加Z等于180,让我腾出一块地方。 首先要做的是,在A点构造一条辅助线, 使得与BC平行。 这条线大概是像这样子的,像这样。 我们把它叫做直线L,将线端BC向C端延长, 使得L与BC的平行关系更为明显。 它们确实是平行线,确实是平行的。 我可以在这儿写下来,这是线L,假设有了直线L, 使L与BC的平行关系更为明显。 我做辅助线的原因是,做完辅助线后,三角形的另外两条边, 就变成了这组平行线的结线,它们与平行线相交。 如果你想知道,为什么要做与已知直线平行的线, 这条直线通过直线Y的一点,便可以做出来。 而且只能做出一条。 与已知直线平行的线,我觉得你们可以总结出这个原因。 直观地看,现在我们来思考。 A,B,AC两条线段,作为平行线的结线,将它们延长, 使它们看起来更像是直线而非线段。 这是一条结线AB。 这条是AC。 将这边延长,使它成为另一条结线。 AC是另一条结线。 与这两条平行线相交,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个三角形的内角合。 我们设这个角。 假设它的度数是X, 我们知道在平行线中。 这是结线与一条平行线相交, 所形成的一个角。 这条线与另一条平行线相交。 在这里同样会有一个夹角。 根据同位角定理,我们知道, 这个对应角的大小和X相等。 如果X是30度,那么这个角也是30度。 如果它是70度,那么这个角也是70度。 如果这个角的大小是X,那么它的对顶角也是X。 因此这个角等于X,足以。 现在我们来考虑。 这个三角形中的另一个角,它的大小是Y。 如果这个角的度数是Y,那整个角的大小是多少呢? 这整个角的大小是多少? X加Y是什么? 整个角的大小是X加Y。 这个整个角,绿色的角。 把它写在这儿。 如果这个角的大小是X加Y, 这整个角的大小是X加Y。 X和Y在这里相邻而且共边。 那么,这个角有同位角吗? 看这条结线AC。 它的同位角在这儿。 如果这个角是X加Y。 把它画得简洁一点。 那么,这个角是X加Y。 在这种情况下, 我换一个颜色来写。 这个角的大小是什么? 这个角在焦点处。 这个绿色的角。 这个绿色的角,X加Y,是X加Y的补角。 为了便于查看。 同样也用绿色来表示。 因此,有X加Y加多少等于180。 它们的外部构成了一个平角。 它们是互补的。 这两个相邻的角。 加起来等于180度。 将两边的X加Y消去。 多少等于180-X-Y。 所以,角的大小为180-X-Y。 我们是如何建立这个三角形的? 这三个角的大小是多少? 它们的核是多少? 把它们加起来。 其中的一个角是X。 那一角X。 X在这儿。 Y在这儿。 X加Y即这个角。 这个角的度数等于180-X-Y。 那么,它们的核等于多少呢? 这个X与这个X互相抵消。 它们的核等于180度。 通过辅助的平行线。 我们证明了 任意三角形的内角核等于180度。 您面对于氏或阴地 truth这个角色的各种方法。 看看油或内容。 如果您在继续就提出这个硬化的硬化后, 转对它们有关系统化的硬化了接着。 就 search浅接着钓 invitation。